报告会员 万蓝地卡请偷奖 报告主席请吴院长 吴院长请备行 吴院长请备行 您好 吴院长多保重 是 您讲庶民经济 是你最关心的 就是老百姓的切身感受 老百姓的庶民经济 切身感受 现在就有一项在考验院长 请问 今天晚上 是不是油价 又要调整了 请院长答复 一直飙涨下去 怎么办 请院长表示一下态度 报告 吴院 油价是不是调涨 它有一个机制 反映市场的机制 这已经建立一段时间了 当然目前我们看到 油价 国际油价从过去标高到140几 现在曾经跌到32块多 现在又回升到将近70几块80块的水准 我想 我想 可能油价的调涨 如果那个机制 机动的 浮动的那个机制 随市场来调的机制 如果不改的话 那可能它就会随着市场价钱来涨或者跌 那我会注意这个问题 可是 毕竟 国人还有些还是认为 还是有个市场机制比较合适 我要跟院长说 到现在 95汽油是28.8每公升 假如今天只要涨一点 就破30 什么叫破30的意义呢 就是从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来 的新高 只要破30 请问今天会涨多少 又达到一年的新高了 我请 部长或者是吴院长答复 会涨多少 我跟委员报告 我现在请能源局的那个 副机长打断给中游 因为只有公司在算 都透明的 那现在要算 我要知道今天会涨多少 马上再细问中 马上细问中 抱歉 稍等一下 我要知道是不是会破30 一年的新高 请教院长 国际油价的涨 我们是知道的 但是假如我们国内 油价一直跟着飙涨 那市民经济老百姓的感受 老百姓的辛苦 怎么办 我们会考虑在一个时间点 院长部长再度的动涨 来体恤老百姓的辛苦 院长答复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浮动油价 即是社会各界高度的关心 那么经济部已经在 全国论文会里面有得到共识 最近组了一个专案小组 在研究这个浮动油价的机制 是要做什么处理 要不做变更比较好 那这个机制的研究呢 预计在今年年底会有个新的一个项目 会出来在那边 就是新的一个计算公式了 就是说现在的检讨之中 在年底以前会出来 会做一个通盘检讨之后 看怎么去处理这块在那边 一直长 动涨再来 我们再做动涨的政策 有可能没有 我想都会多在未来 这个两个月时间的检讨里面 会对我其中一个项目来检讨在那边 好 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状况 油价会涨多少 你等一下会有答案是不是 有上 因为这个东西都有公式在算 请院长 等下有答案的时候 让本席 如果在咨询前能知道一下 请到处部长跟本席报告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下面问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 高雄的经济 现在大陆观光车不去高雄 国泰班发言人说啊 也明讲基于一些政治的原因 什么达赖的因素啊 热比亚的因素啊 所以都不到高雄 高雄的旅馆跟旅游业 叫苦连天 请教院长 你做过高雄市长 你恐怕是最了解高雄的人 你对高雄的感情也一定最深 这件事情 你的看法怎么样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让高雄的经济 高雄跟大陆的往来 能够正常化 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高雄 高雄其实是很值得去参观游览的地方 不是只有爱河 或者寿山 还有很开阔的这个海洋 有很多人文 很多小吃 很多文明都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大陆当局 假如因为台湾维持人权 或者自由民主的这个选择 放眼片啊 要访人士来 我觉得大陆应该尊重这样的一个人权跟自由 而且对于观光客旅行团 用政治的因素去指导他 不到哪去玩 到哪去玩 我觉得使得观光客旅行团的自由选择受到了影响 我是认为 大陆台办发言人那种谈法 是不妥当 我觉得建议他 应该大陆当局 应该重新做一个更周延的考量 高雄市长陈菊 玩大陆台玩得太爽了 试运前亲自到北京 试运后 又另外一副面孔 从达赖热比亚 以及其他的一些对大陆的敏感的动作都做了 造成了高雄的经济都受到影响 对于陈菊市长的玩大陆台院长 你站在对高雄的利益跟感情上 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当然在高雄也有很多产业界 观光旅游界 很多工商业界的人 也对市政府提出了做干的建议 我想陈市长他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人 他应该知道这些民间的声音 和对高雄繁荣发展的期待 他应该会做出民事的这种决定 谢谢 我想经济部长又回来了 他一定是要跟我答复 关于95油价 油价今天会怎么变化 根据公司 因为公司是透明在计算 那么应该汽油会涨0.7元 那么财油会涨0.8元 汽油涨0.7 财油涨0.8 那么呢 但是呢正式的宣布 会下午5点呢 再公告 不是 都经过工资计算 好 就是我感谢部长告诉我的数字 但是院长 这就回到我跟您讲的庶民经济 老百姓的感受了 所以今天就要破30了 95破30 就是去年10月到现在的新高 在破30之前这一年 最高的是29.5美公升 所以今天破了30 达到一年的新高 那下个月又如何呢 所以我希望院长 这么重视老百姓的感受 对这个问题 能够院长多费心 能够让庶民不要那么辛苦 可不可以 油价是很敏感的事情 现在28.8块 如果再涨 当然会使很多人受到压力 不管是骑摩托车 或者开车 或者其他的交通工具 说不定都受到联动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对庶民 尤其现在生活并不是宽裕 都在很艰苦的阶段了 的确是我们也要必须重视的问题 谢谢 下面一个问题 也是经贸 我就把它放到了 台湾跟香港之间 香港特首曾应全说 他愿意来台湾访问 当然台港都来往 经贸文化交流 应该是双赢了 应该是这样 请问院长 对于曾应全来访 你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凡是尊重我们中华民国 尊重我们台湾 而且都是爱好自由民主法治 我们都欢迎 院长你讲尊重中华民国 你指的是什么 是对我们的国民吗 还是跟我们的官员 见面的对他的 职称的尊重吗 请问你讲的尊重中华民国 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尊重啊 那就是要靠感受啊 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是 吴院长 我也在这里请教你 您个人认识曾应全吗 我不认识他 他现在说 他很愿意来 但是他说 当然要到台湾 也要对方愿意邀请他 院长 我们会发邀请 给曾应全 邀请他到台湾来访问吗 那就要考虑到 适当的邀访单位 假如要考虑的话 就要有适当的邀访单位 这件事情 院长你觉得 我们应该尽快做吗 就是人家已经主动讲出来 想来 但是还没有人邀请了 你觉得 站在港台的交流互动上 这件事情应该尽快提出邀请吗 您的想法 香港在这两年也加速了 或者提升了跟台湾往来的 这个密度 包括他的贸易机构 也在台湾 设分支机构 他的一个政务局的局长 也曾经到台湾来访问 我想 曾先生 他要到台湾来访问 只要有找出 适当的邀访单位 适当的行程的安排 我们当然是还你他来 是 他如果来了 是 我院长 你会跟他见面吗 你愿意跟他见面吗 那就是我刚刚报告的 适当的邀访单位 适当的行程安排 是 也就是说 并不排除见面了 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经过刚才那两个程序 都觉得适当 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呃 吴院长 你这样的答复啊 本席是 基本是同意的 就是 我们除了跟大陆 不断改善关系之外 我们也要多元化 所以香港 我觉得 在文化 经济上 多交流是好的 我在下面有问题 请教院长 就是说 两岸的第四次 江城会台 当然也会涉及到 台湾的经贸经济问题了 这一次选定在台中 院长 你能不能告诉本席 为什么是在台中 怎么决定的 哪一方提出来 是在台中的 不知道院长有答案没有 必须这样说 应该办这个江城会的会面 包括 包括住的地方 包括交通的动线 包括双方的意识 那希望在台北以外的地方 是大陆 海协会方面提出的要求 那既然是 在台北以外的地方 那就是只有选择 比如说台中 或者是高雄 那一定要考虑到 住的旅馆 交通网环的动线 还有各种规划的方便性 我想经过双方 协商以后 选定的地点 应该会符合以上这些标准 院长 上一次陈云林到台湾来 那个经过围攻陈云林 大家记忆犹新 现在第四次还没举行 陈云林还没到民进党台中议员已经公开讲 要采取大动作 维安工作院长 是哪个单位负责 这一次还会发生 围攻陈云林的上次的事件重演吗 请院长能不能告知本席一下 就我们观察 两岸从三次的这个江城会 特别是上一回 我觉得国人都已经觉得 当两岸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 我们一方面本 以台湾为主 对人民有利的纲领 那进行了各种经贸文化往来 实际上对台湾是有利的 包括开放路客来台 包括直航带来的便利 那我们主权 维护住没有任何的减损 我觉得 如果从意识形态 或者从比较狭窄的角度去出发 采取有失国体 有失做主人的这个道理 应该不会受到国人的肯定跟支持 我盼望 我们国人都用平常心 做好的主人 彰显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 老百姓的风度跟气度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跟表现的这个场合 我呼吁我们国人都能够 用这样的一个心胸跟态度 来迎接第四次江城会 在台湾举行 委员长除了你正确的呼吁之外 警方上一次的表现 进退而失聚啊 这一次我们委安的单位 是不是要 院长要交代 要加强一下 有人要来导弹 要围攻陈云林是一件事 但是我们自己的委安 进退失聚上次 这一次院长恐怕也是 我们自己的委安工作 也要重新检讨 有新的展现 院长同不同意 谢谢 一定会朝这个方向 去做周密的规划 谢谢 吴院长 沈云林再来了 你会跟他见面吗 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 是目前 是 好 我最后一个问题 请教院长 您说大陆政策 必须 必要的时候 要踩刹车 包括EKFA吗 包括南山人寿被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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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